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代有很多帝国 罗马帝国 波斯帝国 汉帝国 他们都有纪律严明的军队 良好的军事战略 没有火料 没有指南针 接着是欧洲的野蛮人 没有罗马纪律严明的军队 他们仍然设法打败帝国 他们有很好的骑兵 在七世纪进军到阿拉伯 几十年后 他们征服了从西班牙到中国边境的大部分土地 唐朝 仍然没有火料 训练有素的军队和好策略 然后火药在中国被发明 没有人确切知道是什么时候 但是书面公是出现在十一世纪的宋朝 虽然中国人拥有它 并在战争中使用它 中国仍然被蒙古军队征服 蒙古军队也征服了世界大部分地区 在东欧停留 只是因为成吉斯 看死了 他的儿子不得不回来讨论他的继承问题 虽然蒙古人在中国学习了火药 并把它传播到近东和欧洲 但他们并不是这样征服世界的 他们完成了这项壮举 因为他们对马非常擅长 他们的军事战略非常出色 快速突袭的骑兵 然后让你的对手追逐你 在他们离营地足够远时围住他们 杀死他们 大炮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多 火药和子弹火药 在欧亚大陆被人们所知之后 仍然没有人能够单独使用它来征服世界 没有所谓的火药帝国 那些都有好的大炮的 像蒙古建安军 这里应该是莫沃尔帝国 应该是马狗 萨菲王朝和奥斯曼帝国 但你仍然需要大而有纪律的军队 欧洲人只不过是一群小国 在大部分围困战争中经常互相战斗 因此他们发展出越来越好的大炮 更好的枪支也被开发出来了 但他们并不是那么有用 因为用此莫补充 他们需要很长时间 弓箭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你可以在冲突的时间内射出很多箭 骑兵现在 如果你认为葡萄牙人征服了世界 你需要好好看看 16世纪的葡萄牙帝国 只是一个由他们或多或少控制的贸易港口 和海上航线的集合体 例如战略上的马六甲海峡 但这种统治持续了不到一百年 到1600 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占领了大部分的航线 荷兰 英国 北京东南大县 斯南 罗盘等花坛 迎奥运罗盘怎么样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导航工具 但它不会给你任何军事优势 也许你认为欧洲人是更好的航海家 但是中国到非洲的海上贸易路线 已经存在了几百年 阿拉伯航海家早就知道非洲的道路 在相反的方向 当你可以乘坐大棚车从红海到尼罗河 然后一直到地中海时 没有太多兴趣走这么长的路线去那里 当欧洲人征服美国 例如阿兹特克 人和印加帝国时 枪支是一个优势 但也可能主要是骑兵在此 正如蒙古人所知 马匹让你更具流动性 欧洲的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始于18世纪 英国人在印度殖民 但他们成功的原因很多 当然也不是印第安人所拥有的火药 大多数枪支都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开发出来的 直到19世纪末 欧洲人从未征服过中国 在鸦片战争中 他们占领了几个道理 中国人有大炮 但是当英国人出现时 他们并没有处于良好状态 因为他们从未预料到会受到这方面的攻击 在那时 英国人有汽船 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 由于不依赖渔风 汽船更具流动性和灵活性 就像马 英国人已经开了200年的战争 自1640年代清朝接任以来 中国没有使用枪支参与大的战争 直到19世纪 无论他们拥有多少火药或指南针 欧洲人 都无法征服任何非洲国家 原因 热带病 当拿破仑派他的大军重新夺回海地时 没有真正的军队可以说 他输了 因为有一半人死于黄热病 因此 总而言之 无论是火药还是指南针 都没有给任何国家这样的优势 以至于 他们可以征服世界 建安君 翻译异常痛苦 如果翻译的不好 请多多见谅 您如何看待这位教授的火药无用论 二楼是一位叫P-I-T-E-R-B-U-I-S的先生 指南针和火药是许多人认为 是简单的静态技术的两件事 但在现实中 最早的设计与后面的设计之间的差异 是相当显著的 他们的使用方式也是如此 可以说 太空旅行是明朝 由一个将一堆火箭绑在椅子上的万虎开创的 建安君 这位彼得先生真了解这些冷屎啊 万虎是非 为什么在阿波罗11号之前 中国为什么没有首先登陆月球呢 事实上 魔鬼在细节中 并对整体设计进行了一些调整 此外 美国人花了很多钱 把它变成了一个政府项目 如果没有世界上累计的其他技术 可能永远不会成功登陆月球 在这个意义上 除了火药和指南针之外 没有规定 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大约在1350年 在印度 中东和欧洲发现了火药和指南针 但也仅仅是发现 你可以认为 它在一个多世纪之后 帮助了海外的军事征服和航行 跳出一个叫Michael Lowe的回复 我看过Gavin Menzies的书 他说 明代插画证明 正和将火箭绑在他的宝船上 作为当时意义上的驱逐舰员回复 插图建安钧 下面还有一些无关的回复 我就不发出来了 由于一些回答太长 吸取了汉朝V.S.罗马的经验 下面我挑一些短文发出来 住在加里宁格勒州的 Pavola Statov说 因为在中国没有发明指南针和火药 这就是他们自己的原因 高距离法 明了宗教仪式火药 指南针是在14世纪在意大利发明的 佛蒙特州美术学院的 为什么你认为 技术进步的主要功能 应该是征服世界 Ronald D'Angers认为 因为中国人处于内战而忽略外界 Adamwell说 因为他需要的不仅仅是火药和指南针来征服世界 为了看起来不会觉得疲倦 回答就发到这里 您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这里发表 如果适合我会按照您的回应发布到 Corey 谢谢观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我们的编辑